古装剧特别流行霸道腹黑的男主角 像是罗云熙 长月静明 谭台镜 王鹤地 浮屠原消夺 去年吴磊 星汉 灿烂灵不宜 当然还有刚开播不久的宁安如梦 张灵鹤饰演的谢威 这种有点坏 聪明 手段高明的男主特别有魅力 仅其微博也在热议古装剧封批腹黑男主天花胆排行榜 星汉灿烂 吴磊 长月静明 罗云熙眼神全世系 冠军真是个腹黑封批的狼 张灵鹤宁安如梦 演逢批男主谢威 圣人皮囊 魔鬼心肠 谢威有多逢批 你绝对想象不到 温润如玉谢少师 心狠手拉谢居安 不疯魔不成活 爱宁儿就是死活都要得到她 谢威是真疯啊 他投契宁儿 被江伯游撞见了 还可以面不改色的说 江大人养不好闺女 不如给了我养吧 看到张哲和宁儿在一起 谢威极度到发疯 就差把自己和宁儿一起毒死殉情了 独处的时候 谢威是能亲就亲 能强就强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谢威做不到的 偏偏没有人知道她内心的蜂魔 以及隐藏的完美无缺的杀戮之心 不过你安如梦 谢威的人设非常不好演 近期张灵鹤的演技也被审判了 剧中谢威有一些冷血杀戮的情节 演得好的话肯定又坏又带感 但不少观众认为张灵鹤没有掌握好 网友吐槽张灵鹤给人的感觉太过纯真 没有诚服 演起邪威这种风批人设没什么说服力 看上去像在故作深沉 而在一些张力比较大的明朝面时 张灵鹤的表情被说太过用力 细节演得不够 眼神没有戏 太过流于表面 被不少书粉吐槽 喜欢的观众则认为张灵鹤演得没有那么差 一些场景还是能感受到魅力 演技也有进步 观众评价亮极 张灵鹤常相思演风批男主枪强强强强的风批也是排得上号的 枪强和小妖青梅竹马 从小就喜欢小妖 可为了大慌的安稳 为了登上帝王宝座 不得不把她推向涂山景 比如小妖和涂山景在无力弹琴 她在外面受着瞳红的眼眶 反复调整呼吸 都能让是我们感受浓浓的风批味 可看见小妖房间的灯熄灭了 感情忽然变得和情合理起来 质疑枪弦 理解枪弦 成为枪弦 嘎了他们所有人 开始疯批 今天的枪显魅力飙升 果然疯批比乐子人帅等等 枪弦的爱是偏执的 是疯狂的 是小妖不能接受的 所以最后这个男主也没有得到女主 乌磊行汉灿烂 演疯批男主林布宜 其实林布宜也很疯批 只不过剧版没拍的那么详细罢了 而且行汉灿烂 林布宜和宁安如梦谢威的人设 其实有点像 都是复仇奉批男主 原著中的林布宜真的很呆感 为了复仇近乎疯狂 是一只高冷腹黑 手段毒辣的孤狼 不过他却将所有的温柔 都给了程绍商 看程绍商的燕身 满满的占有欲 燕身永远追随着他 五年后他再次见到鸟鸟 看到他手臂上没了牙印 直接咬出了一个新的尺痕 得知绍商和原胜定了亲 他就抱着鸟鸟 哭着和他说 你挨的人是我 不是原胜 他算计 强求 不择手段 都只是为了得到鸟鸟 而且吴雷把林布宜的 那股禁欲气质演出来 大家都说吴雷弟弟长大了 看着赵露丝的眼神 活像要把他吃掉 真的很聊 罗云熙长月静明 演逢批男主谭台静 长月静明 谭台静真的疯 又丙娇又邪魅 真是少一分怕不足 多一分又嫌油腻 罗云熙对小逢批的把握 真是太绝了 谭台静的人设和苍蓝爵 东方青苍类似 都是无法无天的大魔王 但谭台静比东方青苍更疯 更狠一点 谭台静为500年后的魔神原神 在500年前凡间世界中 他是锦国皇子 初期在圣国为质子 遭受众人虐待 质子时期谭台静一直默默隐忍 对于麒麟过自己的人 绝对毫不留情 都一笔一笔激着呢 谭台静杀伐决断 阴欲腹黑 惨人狠利 而藏九民时期 同样简简单单几句话 就能套路黎苏苏 他心眼子800个 黎苏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是段位超高的附黑WSS啊 援助钟明夜 抱着桑九的棒壳睡觉 谭台静得之后 他也抱着夜西雾的尸体一起睡 后来直到尸体发出腐烂的味道 他才哭着说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不得不说 长月静明最大的看点 就是谭台静发疯 这个病交变态男主 真的被罗云熙诠释的淋漓尽致 陈兴旭东宫演逢批男主 李承鄞 今年陈兴旭新落宁成堂热播 不少网友都觉得陈兴旭不太适合仙侠剧 他没有那种不识人间烟火的神仙感 犯到大家都觉得陈兴旭长着一张全尘脸 最经典就是东宫李承鄞 他绝对是腹黑男主的代表人物 为了复仇 他在人前扮成呆萌小绵羊 殊不知一转身就变魔王 眼神犀利邪恶 虽然坏但超级帅 然后为了复仇利用自己最心爱的小枫 杀小枫全家 面小枫全族 还想把小枫绑在身边 大家还记得李承鄞 当着小枫的面 要杀了顾剑的表情吗 真的超级狠利 李承鄞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利用身边所有人 假装对赵瑟瑟用情置身 其实只是为了骗取赵家的信任 然后再把他们全部解决 最后又对赵瑟瑟摊牌 无视赵瑟瑟对他的真情 把赵瑟瑟逼疯 这男的真的很坏 不过实在太帅了 让剧迷有爱又恨 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布局 李狗子没有真心 他对所有人都是利用 杀人不眨眼 难怪最后小枫走的那么决绝 不过也有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李承鄞不算真的封批 封批指的是内心狂野偏执 行为任性疯狂的人 但李承鄞理智而清醒 一直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网友形容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 并不是任性偏执 而是单纯自私残忍 但就结果来说 李承鄞做的事在观众眼中看来确实疯 因此也成为不少观众心中经典的风批美男 陈兴旭太会演这种深沉大boss了 诚意陈湘如谢演风批男主 诚意陈湘如谢是一人分饰三角 三个角色形象超反差 其中诚意陈湘是男主应渊的胜负 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 这角色被网友称为风批扎颠 诚意陈湘为了霸业 连心爱的女人都可以利用 又为了复活心爱的女人不惜牺牲一切 就是爱得又疯又霸道又偏执 诚意的演技同样充满细节 三个角色都被他诠释的蛮好的 光是眼神就能分辨出不同 此外诚意在与君歌眼的金玉系皇帝也很迷人 既然是个少年天子 英俊优雅 锋芒安忍 荣指华贵 并交腹黑的模样 有股神秘的气质 还带着金玉系的邪魅感 不过这位皇帝超级悲惨 身在地位却被宦官邪天子以令诸侯 被冰刃贼做父 还要背负世兄篡围的黑锅 被所有人唾弃 身边每一个人可信 然后动不动就被刀统 要不然就是被下毒 导致他注定短命的结局 最终齐艳部下大局 铲除宦官仇子良 还给天下太平 也完成对先皇的承诺 可惜命不久矣 为了健健康康地陪着陈若鱼 他不惜吃下猛药续命一年 过了一年快乐日子后就病死了 极限六选一 以上这五个人 谁更适合当男朋友呢 第一个人 多虑 写